《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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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至少他没什么大才 然而为什么他能稳坐皇位六十年呢 主要还是靠雍正的功劳 雍正在位置 有十三年 可他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快的皇帝 李竹元章还要勤快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 雍正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其余时间都在批阅奏障 全年三百六十五天无休息 只有自己生日当天才会歇息一下 雍正皇帝常常看奏张道深夜 每天都在高复刻的工作 实在令人佩服 有人推测 雍正之所以那么勤快工作 主要是心怀愧疚 因为他是从九子夺敌的血路中杀出来的 最终才坐上皇位宝座 甚至还有言识说 雍正是杀了父亲康熙 才夺得地位的 为了弥补内心的亏钱 所以他才那么努力 关于雍正继位的刘延飞宇从没停止过 但雍正却不管这些 1735年 雍正因为太劳累终于病倒了 而且是重病而起 生命垂危 他知道帝王家的皇子为了夺权 兄弟相残也在所难免 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就叫来四位大臣 雍正把庄亲王云露 裹亲王云霓 张廷玉 鄂尔太教 到跟前 并且给他们留下一道密诏 要求新皇帝登基之后 就把密诏呈上 四人听后都记在心里 这一道密诏到底写了什么呢 雍正发明了秘密建储制度 自己死后大臣 铜牌匾后拿下诏书 于是弘历自然当上皇帝 及乾隆皇帝 于是雍正指定的四位大臣 便把雍正临死前的一道密诏 所献给乾隆 乾隆皇帝看完密诏字后 立刻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 原来密诏中让允路 于立辅佐当政 同时又乾隆重用张廷玉 鄂尔太 这四个人中竟然有一个汉人 就是张廷玉 满清入官之后 朝中重臣都有满人担任 汉人虽然也有入朝雷官的 但都是小官 而雍正就看透了这一点 把一个汉人插进入 并且还在厄尔太之前 他是将以此锁住汉人的心 乾隆皇帝果然按照父亲的旨意 重用张廷玉 他后来也成为清朝唯一一个配奖太庙的汉臣 正因如此 乾隆整天吃喝完了 照样稳稳当当 做了六十年皇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杜国家